頭痛 現在我看到那個 地面上面 好像那個冬天的那一帶 就像好像是冬天的 冬天 在冬天 春天還沒到的那種感覺 春天還沒到的那種感覺 冬天在春天之間 哎呀 冷風吹的 冷風吹的 我爸爸 我看到爸爸 拿著那個柴虎 捧著那個柴虎 那個時刻大家都不知道 好日子應該什麼樣的 只知道每天呢 每天都在那個溫飽線上增長 每天都在溫飽線上增長 當時的場景立即在目 然後到了外星上以後才知道 外星人不需要這樣 這樣辛苦的幹活 不需要這麼辛苦的幹活 有太陽就行了 我爸到了那個外星球上以後 基本上沒看到他們 在幹什麼具體的 這麼辛苦的 都是發揮他們的才智 他們有的人覺得應該 在 再造幾個星球 他們就千年會再造了 而且往往自己的意念設計 然後自然就 上去了 而故鄉那個在地球上 拼著拼著就為了幾根稻草 為幾個彩虎 所以 這次我爸就想到 要把我們這個地球 要融入到外星人民地面去 不然每個人都是生活在痛苦當中 而且每個人都可能被別人打倒 也有可能每個人都想著 動個腦筋要打倒別人 在外星球上一看都沒有這些的 都沒有這些的吧 沒有說要把人家打翻在地 或者要入侵哪個地方了 所以一看這個 這麼像世界一對比一個 覺得地球上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所以 越早越好 來解放這個地球 不然的話這個地球上 互相殘殺 互相殘殺 這個全部 互拼掉了 他們都自己互拼掉了 是這麼一個情況 看著這麼一個情況 好 知道 知道 再見 再見